回来继续focus 我们先看外交面的议题 在今年的整个欧战 促使北约的阵营越扩越大 而北约跟乌克兰之间 正是俄罗斯当初宣称的出兵理由 他想防止北约东扩 结果促成了北欧的两国 芬兰跟瑞典宣布申请要加入北约 瑞典执政党70年来都反对加入北约 认为瑞典最好的国家安全 就是一直维持中立 但是欧战让瑞典的政府和人民 想法都变了 希望赶快纳入北约伞下才有保障 那么土耳其表态 质疑两国入会 但是北约外交官表示 不影响大局 可能数周之内就会通过 已经在芬兰访问的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诺则说 美国国会可能在8月前批准支持 继芬兰正式宣布申请加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同为北欧中立国的瑞典 总理周日也表态 执政党放弃73年来 反对加入北约的立场 瑞典总理安德森直言 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 破坏了瑞典国安仰赖的 欧洲安全秩序 瑞典和芬兰在冷战时期 都维持中立 尤其是瑞典 自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后 就一直处于和平 比20世纪败给苏联红军的芬兰 更不愿轻易放弃中立 但2月莫斯科大举入侵邻国 几乎让两国舆论一系反转 瑞典民意入北约的支持度 更从战前约40% 飙到60%以上 建于邻国俄罗斯的威胁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地下民房避难所 相当惊人 这个地下碉堡升20公尺 暂时要72小时内准备好 可容纳超过90万人 芬兰政府从1960年代 就开始盖地下碉堡 光赫尔辛基就有5500个 全国有5万个 足够给550万人口 8成的人躲避 不过一个月前战争加入北约 似乎都还遥不可及 但俄军攻击让瑞典和芬兰 重新思考转向军事联盟寻求安全 一旦两国双双入北约 将是欧洲安全架构数十年来最大改变之一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 14号特地致电俄罗斯总统普清 告诉他芬兰计划加入这30国联盟 普清说这会伤害两国关系 但尼尼斯托强调 避免关系紧张很重要 芬兰希望在边境实际问题上 继续与俄罗斯进行双边往来 其实芬兰和瑞典原本就是北约伙伴 但入会必须所有成员国同意 成员之一的土耳其 却对北欧两国入会有意见 土耳其总统直指 北欧国家支持恐怖组织 外长特别点名瑞典支持 库德工人党武装团体 同时要两国解除对土耳其的部分军售禁令 尽管有杂音 但西方国家对两国入会相当有信心 北约外交官表示 土耳其将会在强大压力下让步 因为芬兰和瑞典加入将大大强化北约 在波罗的海势力 一旦北约完成审查 最快可能数周内就通过 不过盟国国会批准可能要耗时一年 TV新关组合报道